新闻大家好 我是老杰 2月15號柬埔寨官方大動作的召開一場國際記者會 會中宣布他們逮捕了晚安小雞 這件事情大到我們的準總統朱葛亮都親自飛到柬埔寨 去跟當地的聲訪道歉 同樣驚動到國際的還有朱葛亮在元宵節當天 搭著我國與美國合作研發的火箭登陸月球 是我國第一個也是全世界的第13個登上月球的人 好 我今天請到五位 第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資深媒體人潘博瑞 各位觀眾大家好 第二位是成功高中校長孫敏峰 保全同學好 第三位我要特別介紹他是成功高中槓化研究社社長黃亮傑 保全好 大家好 第四位是我的時事評論員王亮傲 保全好 各位藍兵大家好 還有一位在線上等候多時的政治評論員許偉誠 保全好 大家好 2月19號一台火箭從美國發射 上面站著的是我們的準總統朱葛亮 歷時了五天在2月24號的時候登陸月球 那我們看到的這個是阿提米斯 我以前是我國跟美國一起合作研發的火箭 也是俗稱的諸神一號 這也是1972年來再次的有人登上的月球 好了吧 今天我們看到 這個1972年之前呢 美國就有發射這個太空船到這個月球上面 那大家都知道 阿波羅十一號呢 是人類的第一次登月 那阿波羅十一號到十一號呢 總共有六次的登月紀錄 那有一次呢是失敗了 所以呢 每次登月會有兩個人登月 那所以總共六次登月任務呢 就是總共呢會有12個登月 所以呢 這也是朱葛亮在過了50年之後 成為第13個登月的人 那我們看到這個朱葛亮在艙內的畫面 上面居然還有印著台灣的國旗啊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是阿提米斯計畫 也就是NASA公布的大概的這個流程圖 它怎麼跑呢 那我們看到就是這個阿提米斯火箭 從美國的甘乃迪太空中心發射之後呢 它會繞地軌飛行 繞地軌飛行之後呢 它會沿著這個地球軌道 用一個外拋的力量往月球飛行 那往月球飛行呢 之後會搭載另外一組太空船 也就是所謂的朱神一號太空船 並且降落在這個月球上面 那我們知道這個太空船裡面 搭載的是四個人 那有一個人要負責進行繞月飛行 也就是指揮艙的部分 其他三個人呢 則是進行登月的部分 那登月的第一人 也就是由我們的準總統 諸葛亮來進行登月 成為第13個人登上月球的人 那之後呢 再過了幾天之後 諸葛亮和其他兩位太空人 還有在船上指揮艙的一位太空人 一起飛往 飛回地球 並且呢降落在這個太平洋上面 再藉由船支打然後讓他們回美國 那就是大概這次的這個 太空任務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這個 NASA署長呢 他說這個朱大哥啊 他登上月球啊 是這個整個太空計畫的巨大的成功 巨大的成功 用肢體語言來解決問題 便可以接受出發 當時因為一十七分 我就用我的 國盟鐵拳揍了他一頓 答案是不對的 如果真的再重來 我才會揍他一次 就在我們關鍵時刻的第二集節目上 陳諺已去 國家都快被你們高誇了 一拳超派鐵拳揮向了楊博智 結果諸葛會社長 黨主席諸葛亮說譴責暴令 吳白說 他很意外 陳諺宇會做出這樣的行為 他為他自己所做的行為負責 2月29號的時候 陳諺宇就辭去了發言人的職務 現在不但發言人的職務丟失了 難道連財政部長的寶座也要一起丟了嗎 是的 寶傑 寶傑好 關於在第二集發生的事情 我感到十分遺憾了 這也對關鍵時刻發生了一定的影響 因為當時你也在現場 我也在現場對不對 對 是的 我那時候也準備要拉陳諺已的手 可惜已經為時已晚 陳諺已的超派鐵拳直接揮向楊博智 我也嚇到了 我當天在講 我有多驚嚇 你知道嗎 這真的是超級驚訝的 我們也卡了一段時間 然後才回到原本的狀態下 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後 我的想法跟諸葛亮的想法是一樣的 暴力絕對是不對的 燕尼姚為他的行為所負責 而且武器在黨中央其實就是不受青睞的一方 在這時候 黨中央的決策委員的位置 已經沒有任何武器的位置了 所以武器被團滅了 是的 之後可能完全看不到武器在黨中央內生存 感到十分遺憾 為慶祝本黨此次大權大勝利 本黨與台灣太空中心TASA 以及美國太空總署NASA合作 中本黨黨主席準統的謝忻達先生 上月球與民眾一同慶祝於元宵佳節 也期到今年在台灣在豬大哥的帶領四年之下 四海生平國待民安 為什麼謝準總統先生在這即將上任之時還出遠門旅行 是否不看中中華民國總統的職位 嗯 是因為當時NASA有人在真人再次上月球之後 但當時大家都知道有風險 所以不敢親自上去 我們謝準總統謝主席秉持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 以及對我們的信任 毅然決然跨出了這一大步 並成功歸來 請問謝忻達先生未來還有規劃參與太空任務嗎 計畫在2026年將我們黨主席送往火星 朱大哥有望史成為史上第一個踏上火星的人類 謝忻達先生當成總統後就積極尋覓人才 一刻都不許去停緩 今日逢是婦女節公佈第一波內閣名單 共公佈十三名內閣成員 女性內閣比例首次突破三層 為中華民國史上最高 無人能及 同時也宣布 性別平權是抵擋 以及謝忻達先生最重視的議題之一 請問謝總統是怎麼嚴覽到海洋女神尼莫娘 朱大哥和媽祖是老朋友了 全天他常常託夢朱大哥助選 所以海洋委員會主任一職 媽祖肯定是鼎力強助的 請問未先公佈院長人選是因為喬不龍嗎 院長人選我們會擇日召開記者會說明謝謝 外傳五百世行政院長人選請問是真的嗎 時間到了我們只要會公佈 貴檔尚未公佈五百世院長是因為周秉倫施壓嗎 今天富士富女節請妻子的朋友們聚焦在性別平衡的議題好不好 謝謝 2月12號的時候一名探險行動網紅晚安小姬 前往柬埔寨的凱博園去進行直播探險 結果直播中出現了一位穿軍廚而且十槍的工作人員 2月13號的時候也就是這個事隔天 他的妻子還有一個傑哥他們兩個出來拍直播說 找不到晚安小姬本人 結果下午晚安小姬就再度出現了 他就開了一個直播說他被綁架 然後他逃出來了 綁架期間衣服被利器刮破 同時也被好幾名的男子用電擊棒凌虐 頭髮也被剃了一半 那這時候就有人在質疑說為什麼他被綁架了 然後結果那些綁架的人沒有把他的手機拿走 還讓他在這邊開直播呢 結果2月15號的時候 柬埔寨當地的政府就跟警察 一起召開了一場國際記者會 然後會場呢有許多的警方 還有被逮捕的晚安小姬 還有他的夥伴阿达 然後呢現場也展示很多的證 就是像那些鬼娃娃啊 就是在他們直播裡面出現的東西 然後我們的總統朱哥亮 有飛到的柬埔寨 跟當地的省長道歉 那柬埔寨法院就在隔天火樹宣判 他們兩個人犯下煽動製造社會動亂罪 判處兩年有勢母親 每人四百萬錢幣的罰金 西港省長也直接下狀況 他說刑滿後才能驅逐出境 這時候就有人企圖要干涉這件事 說他們兩個人的媽媽生了一條重病 像送醫需要照顧 這時候柬埔寨的總理也出來了 他說如果兩人的母親真的生病了 那更加重刑責 因為兩個人應該好好的陪在他母親身邊 而不是飛到另一個國家 破壞該國人生育 惹麻煩 這件事情我看了都嚇了一跳 他不是被判罰金 也不是被關個幾天而已 他是要兩年有期徒刑阿 首先晚安小姬在2月12日前往 凱骨園區這件事 已經被證實和朱大哥的死亡 是造謠了 而且是他本人造的謠 居然是他本人造的謠 對啊 在這件事被揭發之前 大家都還很相信小姬 簡直是心肌那裡爛 不敢相信啦 好喔 好 你們當初在看網友在網路上有多關心 現在網路上的罵聲就有多大 台灣網紅的數值真的有待加強 欸 數值 數值 那我這樣算一個直數節嗎 喔 好的 好 後來呢 他的妻子與朋友 接一個在隔天2月13號 在網路上開始直播 阿這件事我當初看了就有一點懷疑 其實 你幹嘛不找警察呢 對不對 而且還去開直播 幫我開直播 阿 好 還哭了一把眼淚 一把鼻涕 阿我還留一把 留一把冷汗 拿一把菜刀 好的 後來晚上玩小姬再開直播時 我就想說 他怎麼可能有手機嘛 如果我是詐騙集團 我早就把他的電子產品全部都收走了 那手機是怎麼來的 難道是朱大哥得給他的嗎 欸其實不無可能喔 而且他在直播中頭只剃一半 有一句俗話說得好 頭剃下去不能只剃到一半 那是洗到一半 呃 沒差啦 阿我沒差都差 喔 好的沒事 最後 柬埔寨的動作也是非常非常的迅速 兩三天內就抓到了晚安小姬姬阿鬧兩個人 我認為阿 如果這兩個人繼續逍遙法外的話 不管是柬埔寨當地的政府 還是台灣的租政府 都會非常非常的困難 柬埔寨方面也會重挫當地的觀光經濟 大家對柬埔寨的印象就是一個 詐騙過渡的詐騙過渡 每個人去柬埔寨都提心吊膽 啊我是提著背包去 好 其實阿 我實際走 走訪過柬埔寨當地的農村 柬埔寨其實是一個非常柬埔的地方 寶傑 你知道他們都看什麼譜嗎 什麼譜啊 柬埔 柬埔 我覺得你再這樣我就要請你出去 我是認真的評論節目 不是給你這樣隨便開玩笑意 好的 那至於這些事呢 我覺得也會影響到台灣網紅的名聲 國外的人可能會認為台灣網紅的素質 就是這麼低 最後阿希望他們兩個讀一下 你免在監獄好好的反省 出來或要金盆洗手 改邪規正 不要再做這種造假的騙流量的影片 你知道男性每一次的流量是多少嗎 3到5號我勝 請你出去 保全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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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會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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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告費還你啦 我還會保護 我還會保護 學測的成績公佈了教育部長潘文忠要提醒各位考生要生涯生命 我們看到這次學測的鼓標頂標的部分 素黑還有素兵都掃其他Q5一起分 那我們本節目今天這一集也獨家邀請到了成功高中校長孫明峰為我們進行弱點分析 大家好我是孫明峰校長 大家都知道上週學測的成績剛出來 所以我今天校等我 我就來跟大家分析一下學測的好落點 講當然爾 首先我們來到60級分 當然我們學校當然沒有 再來是50到59級分的同學 這些考得比較好的同學 我推薦落點就是你們去玩空投 那既然都考那麼好 那玩玩手機也不為過 再來是40到49了 那我推薦落點就是去高空彈跳 不只是紓壓情緒 也是讓自己的身心靈放鬆 再來是我們來到30到39的學生們 這部分呢 可能在我們學校是考的比較差的同學 那我推薦落點就是我們綜合大樓八樓 那這種高度對於我們猴子班的成功人來說 應該是輕而易舉吧 應該是不會受傷 希望在跳下來的途中呢 你會思考學測的錯題 如果不幸死亡的話 那恭喜你就不是加365了 那就是釋迦摩尼佛了 那麼20到29分的同學呢 我推薦落點大概就是101了 基本上這種高度是必死無疑的啦 那如果跳下來 如果沒死 那恭喜你 你的大樓就會晉升成裡面器官最好的那一個 那麼10到19分的同學 我推薦大家去清水斷崖 不只能對著海大聲咆哮 也能聽海對你學測分數哭的聲音 但千萬別跳 不然海洋汙染就從你開始 那0到9分啊 我推薦大家去大屯火山區 畢竟跳下去將會是你人生中唯一一刻發光發熱 好 3月8號婦女節 祝各位觀眾婦女節快樂 那我們看到那個黨部呢 也公佈了第一波的內閣名單 都是女性 女性的比例創有史以來的新刀 我們看到行政院副院長是陳雅萊 教育部長呢是阿偉的阿嬤 就是阿偉阿嬤 然後再來文化部長呢是鄧定軍跟我節目預測的一樣 衛福部長呢是蔡阿信 那他也是很專業的一位醫生啦 然後正部委員呢是宋美玲 行政院秘書長林文月 那再來我們看到下面這一排 國課會的主委呢是吳建雄 陸委會的主委是張艾玲 客家委員會的主委是大神波 那喬委會的主委呢是楊子雄 台委會的主委呢是林墨娘 也就是我的媽祖 那NCE的主委呢是文英阿姨 好 其實行政院副院長由陳雅萊擔任 那陳雅萊是非常會把人民照顧得非常好 讓我們吃得好 睡得好 好 在這個國會上面 國民黨一直攻擊劍能哥 現在由雅蘭姐上任 會不會把國民黨當作腳踩 寶姊 你知道雅蘭姐吧 雅蘭姐在外秀的主委非常有名 阿公阿嬤非常喜歡看 並且她還是足夠兩人的老大黨 寶姊 再來是教育部長由阿偉阿嬤擔任 阿偉阿嬤 寶姊 你知道現在小孩學習都受到什麼影響了嗎 不是打電動嗎 錯 是學習歷程 學習歷程 在這個時代上面 阿嬤非常疼孫子 也一種阿嬤覺得你餓的感覺 並且會把學習歷程檔案廢掉 學生們非常喜歡 因為阿偉阿嬤非常支持廢除學習歷程 為了在獲得年輕學子上面的支持 她只是希望她的孫子可以好好的用功讀書 再來 寶姊 文化務部部長由鄧麗君擔任 現在人都一直聽同一個 是聽到那種洗腦的程度 寶姊 你會說台語嗎 鄧麗君上任後 會把老哥給找回來 把我們的回憶給找回來 讓現在人喜歡說台語 聽老哥 唱老哥 接著由政務委員宋美琳 他上任之後會不會 就是該做的 調到不是他該做的職位 宋美琳會不會把這個職位顛倒呢 會不會 手腳顛倒呢 接下來 林文樂 會把行政院院長顧好呢 觀眾朋友們 你們覺得呢 好 寶姐 接下來就是吳建雄 他非常的會化學 讓我們國家會更發揚光大 會研究出一些有的沒的 好 接下來 客委會主委 大金伯大選婆 大金伯會讓小孩開心學客語 讓我們國家的客語 比較好理解 然後 喬委會主委 楊子雄 他會上任 跟美國建立好關係的 大家請放心 接著 台委會主委 林茉娘 這位非常尊敬的人士 他會把國家照顧得很好 會在旁邊默默的守護我們 最後一個 NCC主委 文英阿姨 他一定會推國片 那 想到國片 看到國片 就會想到 大悔如蠻 對不對 上任後 一定會把 諸葛亮拍過的片 再全部重新上片 讓各位看個爽 看得開心 我也開心 你也開心 好 接下來的朋友們 你們有希望了 諸葛亮的登月 會對世界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晚安小鸡 他們活著回到台灣嗎 請繼續鎖定關鍵時刻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